嗨,大家好,Charlie Tobri新出了这个四色的眼影盘是Pillow Talk系列之前那个眼影盘的一个延续,里面是四个全是pop的颜色,另外新出了这个叫做Pillow Talk的唇蜜,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把Pillow Talk系列整体来跟大家说一下,我没有它所有的产品,但是也是有大部分了,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总体的来总结一下吧。 好,那我们先从眼影开始说起,之前Pillow Talk出了它的这个眼影盘是这一盘,大概是在去年出的吧,这个当时一度脱销都买不到,后来它终于开始正常的出了,然后就都可以买到了。 大家可以看得到,这盘的主要的问题呢,就是它没有一个眼尾加深色,它的颜色都非常的浅,所以它就是普通的这个是一个satin finish,然后两个雾面再加一个pop的颜色,典型的CT加的这个四色眼影盘的一个粉质搭配, 但是真的就是画在我们亚洲人的眼睛上,尤其是眼睛不是很深邃,而且又是眼睛不是特别大的,这种脸部呢,所以它就不显得眼睛深邃,只是多了一点粉嫩的颜色而已。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天然大美女,就是睫毛也很长,眼睛很大,然后无论怎么画都好看的话,这盘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像我这样子,眼睛不是特别大,就一般吧,然后眼窝也不深邃,然后眼皮的那个可画范围也比较小,睫毛又很短,没有什么可就是做的,睫毛方面,这盘就很苦手, 所以我一直是很难,很难驾驭,买了之后呢,我画了大概也就那么四五次吧,就把它放弃了,然后另外还有一盘,这盘叫做Exaggerize,跟Pillow Talk这盘非常的像,我给大家放在这里对比一下,你看,它这两盘是这样子,Exaggerize顶多就是它这个Pop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,是冷色调的, 但这个Pop的颜色是暖色调的,像香槟金色,香槟Rose Gold的颜色,所以这两盘其实是差不多的,所以在我这儿化妆的问题也是同样的, 所以今年Charlotte Tilbury新出的这个Pop四个全是Pop的颜色,我觉得很好,因为它弥补了之前这两盘的不足,因为它有深色在这里面了,而且是Pop的颜色,所以加深在眼尾的话,也蛮好看的,所以我想给大家刷色,这盘我是非常满意的, 因为它正好就是延续了,相当于延续了之前Pillow Talk盘的生命力吧,我一下子就能把之前Pillow Talk那个盘呢,再加上Exaggerize那盘呢,又可以拿起来用了, 因为它多了下面这两个颜色,尤其是这个颜色,你看它的闪度还是在的,对,CT加的这个粉质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,所以,对,就是这样子,新的这盘我非常的喜欢,我觉得如果你之前Pillow Talk这盘没有的话,这两盘选一盘,你就Pillow Talk 或者是Exaggerize,只要有一盘就可以了,但是如果你有其中一盘的话,觉得不是特别满意,我强烈推荐买这盘新出的Pop,它真的是可以把之前的这两盘一下子就赋予了新的生命力,对,这是眼影,说完了眼影,我们来说它这个唇彩, 唇彩,首先就说这个唇线笔吧,唇线笔我也是挺喜欢的,它就是跟它那个,这是它的口红,Pillow Talk是非常搭的一个唇线,我今天就是这样画的,我觉得,因为我平时其实画有一种裸色的口红,我是不画唇线的, 我即使画唇线也是画用比这个唇膏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的那种唇线,能勾勒唇形这样更凸显,嘴部的轮廓有一点点contour的效果,另外一个比较90年代画风,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一类的嘴唇的画法,所以,但是这两个结合,你如果想要画精致的唇部的话,是非常好看的, 这个就是经典的裸色唇膏,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,就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肤色,新出的这个唇釉呢,今天我涂在嘴上,我今天是唇线,唇膏,唇釉,全用了,这个唇釉呢,刚涂上的时候,我觉得嘴部是有一点点,怎么说,就是有一点点Pill,对,你看,其实看颜色的话看不出来,但刚涂上的时候,觉得有一点点Pill,但是过客上那么一两分钟, 之后我觉得也就好了,可能就是跟身体的温度,跟嘴唇结合的更好了之后,它那个颜色也发挥的更好,对,所以没什么毛病挑,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一只唇又很经典的颜色,对,既然说Pillow Talk系列的,我还有他们家的一个腮红,今天我这腮红也是用他们家画的,这块腮红我非常的喜欢,它是腮红加高光,边上是腮红,整点是高光, 我脸上的这个效果,大家可以看一下,它的这个光很好看,是CT加一贯的那种细致的闪的光,不会显毛孔,这个对于我这样就是两家毛孔比较粗大的人来说,我是非常喜欢这种高光的质地的, 还有这个颜色是那种很成熟的,就是很温柔,很成熟的那种腮红的颜色,我觉得非常适合通勤,然后约会什么的,也非常适合这个颜色,就是怎么弄都很百搭,适合我这种肤色的人, 所以相信大部分看我视频的朋友,应该也会适合你,所以如果说大家只想买Pillow Talk,就是所有系列里面只挑一样产品的话, 我其实是最推荐这个腮红的,其次推荐的是它这个唇膏,对,这两样是Pillow Talk系列里面,我非常非常薪水的两样产品,对, 好了,那新品就给大家说到这儿,Pillow Talk也稍微总结了一下,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,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,subscribe, ring the bell, 然后希望大家去关注我的Instagram,这个所有的试色,还有所有眼影盘的对比刷色都会放在我的Instagram上, 欢迎大家多多给我留言,那祝大家都有美好一天,就这样啦,我们下次见,bye!